《烈大夫中醫教室》 主持人張懷烈中醫師 好,來到這一集的《烈大夫中醫教室》 《烈大夫中醫得仇所願》 中了腦肺,得了重症 你說怎樣算好呢? 又不是很重症 我深切體會到這是一個感冒 其實現在由我中招 應該是星期五的夜晚 接著是英國的時間 接著到星期六我就測試 接著發現有兩批東西 接著是淺淺的式的 即是CT值 接著到星期日 我就九陽神功逼漢出來 一逼完之後 第二天的症狀已經明顯改善減了一半 來到今天第三天 第三天 我正在我覺得感覺改善了80% 其實 我想請問你先 你是乾門恢養 屎乎乎走去玩這個快速測試 看看自己有沒有陽性反應 還是你接觸過一些中了招的人 有親密的接觸、體液的交流 然後覺得很擔心會不會懷孕 然後接著要掩這一樣的事情 其實絕對不是的 真的星期五晚上開始有症狀 星期六才去試 沒有來屁股 搞這些事情 是的 那有些什麼情況出現呢 你中招的時候的感覺 有什麼類型呢 周身骨痛 很明顯的 發燒去到36 39 這個狀況 喉嚨痛、鼻塞、咳 還是怎樣的情況呢 那我就不是很典型 這個特別 因為我問過很多朋友 香港現在都很多朋友 中了 他們的症狀都是 周身骨痛先 發燒 這個我也是 發燒、發懶 但是他們普遍都是 有一個很嚴重的喉嚨痛 但是我竟然是 真的沒有什麼喉嚨痛 接著那些朋友在這裏 誒你未到而已 你之後才痛 但是我發現 我猜我是不會喉嚨痛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所以我入侵的位置 就好像我之前一集說 其實有很多都是 脾胃停擺 包括消化系統 我吃不下東西 胃口轉差 頭兩天的胃口真是很差 所以現在的人 都好像感覺 清減了一些 所謂變相減肥 接著那個症狀 其實進入上呼吸度 反而不是很多 舌頭就漲了 下面就縮小了 這個是明顯的 每一次外感的情況下 那個陽氣一升不到上去 那個子孫筋就比較小 小一點 我最擔心你的子孫筋 小 其實我已經不會太擔心 小也有個寶 我相信你人有分 高大 是不是 就是 1.5cm 都不是差得很遠 不是 你猜我超過嗎 我當然不是 本身已經夠用了 現在 我絕對不擔心 你的腦筋 有問題 但是我反而擔心 你那個抽菩提子 會不會突然之間 因為體溫的急升 原本都很紮實 就是好像一個損頭 實實的 怎麽知道 這樣倒進去 你知道嗎 這樣倒進去 變成男人洗澡臨袋 這樣的情況 真的很擔心 一定是 當然有 但是其實大家 很fair 每一個男性 你如果發燒感冒的情況下 你一定是倒了 平日你拉長來計 你抽上去 那現在一拉長 兩三倍距離 但是你明顯感覺到 是扔扔扔扔的 明白嗎 那這個 但是今天好了 就是回升回上去 上去了 上去了 是啊 所以這個令我大為安慰 拿上手 撥的撥撥的兩下的時候 夠不夠實證堅定 有沒有 袁教授這樣說 或者這個尺寸 好像在那些什麼 倉鼠上面 看到很明顯 這個尺寸的面積 體積是縮小了這樣 很明顯 袁教授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已經完全沒用了 你當現在80%了 症狀上其實是特別的 因為我上次就說 脾胃停擺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 這個入侵了的病毒 這個病毒本身是進入了人的身體 其實就好像喪屍一樣的 病毒進入一個細胞裡面 然後它感染了細胞 然後細胞會釋放更多的病毒出來 但是一切都在乎自己的免疫能力 那我不可以這樣說我免疫能力很好 但是起碼現在這一刻 只需要第三天我已經有80%回用 但是有一個特別的症狀 今天起床 忽然間頭暈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應該要養尊儲優些 最重要是注重睡眠質素 和喝多點水 還有這兩三天我已經戒了酒 也都是沒有喝過酒 因為擔心血壓升得厲害 今早明顯感覺頭暈 其實和血壓有關的 所以就馬上煲了一些天麻 煲了一些陳皮 煲了一些羅漢果 煲了一些薑 然後喝完之後現在才拍節目 那怕一會兒太激動 那血壓上升 那現在的情況 就是你那些陳皮 老薑 在這一個的名切斯特 買不買到的其實 其實買到的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是盡量不想 在這一邊做一個 光顧一些其他類型的中藥採購 但是這些就是剛好很幸運 我也是有很多香港人在這裡 他們有些貨存 然後就送了一些給我們 那現在我就煲來喝了 那其實整個過程 我主要都是靠喝水 和喝一些草本的植物 所以包括我們說 好像我現在這杯 其實很簡單的 這杯就是薑黃薑的一個茶包 其實通街也可以買 其實香港也可以買 因為薑黃本身可以活血化魚 也可以降血壓 在西草藥的角度 它是一個叫做天然的抗生素 天然的消炎藥 所以這個其實很適合不同類型的 一些感染症狀應用 但是同樣都要視乎體質和病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是不過分贊同 為什麼有些人不斷說 蓮花清溫是可以依武漢肺炎 其實不是的 是不同的人的體質 放在不同的 stage 才可以應用的 如果對我這個症狀 其實蓮花清溫理論上 是第一、第二日有效 去到第三、第四日會轉的 症狀一轉了之後 那你一上倉 你買了幾十盒 其實這些在我的角度 是一個商業炒作 多於一個醫療作用 就算有你很多東西 其實根本都不是藥對症用 變成你趴了下肚 都是套出來的 絕對是 因為我們好像之前說的蓮花清溫 其實它降涼藥比較多 雖然有些麻黃 紅景天、杏仁 性味比較偏溫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全部人 每個都是這樣 包括我們 慎仔醫師又中了招 其實他也是的 他都是中了招之後 反而一出的症狀 反而是寒涼的 所以反過來 如果給他吃年花清溫 他反而會變流鼻水 清鼻涕 然後會發冷 反而會變冷 因為尤其是女生 譬如如果剛好是生理週期的時間 更加不可以用 譬如有些孕婦也不可以用 所以我們不建議 任何人 亂買這類的中成藥 那有些老人家 再加上 譬如神底 失血過多 在這個 有一個小燈的街頭 或者萬節思滴的 無野的街頭 被吸血薑 吸乾了那些血 是不是 再加上一顆 蓮花清溫膠囊 血壓已經低 再加上一些東西 低上加低 那就只有餃子 所以 是啊 更嚴重 所以 我們建議 看體質 老人家 特別是老人家 因為有些老人家 真是身體虛弱 氣虛體虛 血壓低 蹲低起床 見頭暈 吃這些清熱毒的東西 一個不小心 體溫 加上他的血壓 趙降 對他都不是一件好事 是啊 絕對差的 我們看到 其實來到這裡 我們都叫熬了一個多月 才是中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秉承著 一個天然疫苗的概念 所以從來都沒有戴口罩的 來到去 我們自己估計 因為我測試陽性的 正確是星期六 但是因為這個病毒 本身有潛伏期 在數據顯示 有些是一天 有些可能要十幾天潛伏的 但是我們很難去考究 究竟什麼場合中了 但是我們深信 這一隻是一種感冒 那它整個過程 為什麼現在的死亡率 在香港來得這麼急 比起全世界都高 這個就是正如我們一兩年前的節目 那時候在香港的studio 我們說的 一直都是說 因為你戴口罩戴得太久 你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這種病毒 全社區 全人群都是這樣的時間 一來那一下 醫療系統一崩潰 更加講三月封城 這個是更加大件事 因為那一刻封城 它全部的配套都還沒有準備好 全部還沒有安排好 如果真是有重症的患者 或者院舍的老人家 那它怎樣去應付呢 就是我們是很擔心的 你不用擔心 因為已經發生了 唉 真是慘了 因為已經 其實在前一陣子 實在太冷的時候 濕冷了 很多的這些老人家 走出去排隊 撩鼻啊 做體檢啊 測檢的時候 其實不多不少都是染了 染病了之後 有很多人輕症 但是政府沒有一個妥善的解釋 講到這個武漢肺炎 就是死亡絕症這樣 全世界就打電話 要救護車 就是排隊入急症室 看到驗到的 立刻有一個初次的陽性反應 立刻就要走去這個急症室 尋求這個協助 同時之間 很多人就上睡房 上這個病房 上這個病房 變成了我們的公立醫院 已經是爆煲 在公立醫院爆煲 同時更加爭滿了 所有的這些走廊 更有甚至死了的老人家 或者一些重症的病人 全部的屍體 妥善它安置不接 就在這個臉房 或者醫院裡面的停屍間裡面 就爆了床 殯儀院就說 如果你有上呼吸度感染 或者沒有症狀 而死亡的人 它又不再接用 就是用它來出殯 變了這些遺體 就接收不及 搞到一個大龍鳳 總之 埃雄變野 橙聲震天 就是一個民不聊生 已經是驗證了 唉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其實本身是有一些更好的方案 但是它反而注重一些名詞 我們看到之前說的動態清零 然後有個內地專家就說 原來動態清零 就是一直以來 全部國家都是在走的 就是叫做盡量不要中招 中招就要trace 原來這樣叫動態清零 接著現在就說中國式共存 中國式共存 就是怎樣 探索一個開關的方案 就是這些名詞解釋 根本是幫不了整件事 什麼叫規模性爆發 規模性感染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 它不停加些adjective 一些形容詞 去形容這件事 然後這件事就是獨特 去到最後贏了的時間 它就說 這個是獨特地方 獨特手段 優良領導情況下 戰勝的 但是實際我們大家都明白 它走的路 就是群體免疫力的共存方案 是啊 就算是要營 都要一個月病的共存 都要加一個中國式的乳病毒共存 中國式的乳病毒共存 是不是就是要死人 臨口沒有定走呢 其實就是說 唉 沒限定 就是它 我自己的觀感 我自己的觀感是 它永遠不認 不認輸 不認錯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這樣 就算中 好了 我下星期和你再拍 大家可以看到龍精庫慢的列大夫 但是其實 一早以來 這麼多個國家 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好像我上個星期說的紐約模式 雖然現在的估計 和上個星期有少少不差 差了一個星期左右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因為現在大部分 香港的朋友 中招都不會上報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應該接近50萬宗確診的個案 就是累積有50萬的 但是實際 我們估計可能是 成兩三倍 其實可能已經破了八萬 我的估計已經是過了一百萬 120至150萬左右 我覺得起碼是出現的三倍 就是我今早做Live 之前今早做Live 我已經是講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第一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的類比法 就是看到我們在Facebook裡面的朋友 中招的機會有多少 那你已經知道 中招的朋友和移民的人 受到那個出現的數量 都是差不多這麼高 就是走的人和中招的人 都是很高 好了 這是第一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 現在是那些陽性快速 測試出現了之後 也都沒有第一時間 有個機制讓他們上報 就是換句話說 難道Facebook 如果是可以在這個 顯示出中招的人呢 我們都可能點了數 還準成政府 因為政府是剛剛我們錄影的時候 它那個平台 被人上網申報 或者中了那個機制 那個platform也有在 最有趣的地方 我就很不明白了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Database的網站 為什麼要在一個 香港的科技發展局 為什麼這些的彈省 要搞這麼久呢 坊間已經有很多這些 不同的引擎 就是你要走的引擎 不用錢的引擎 也有 拿錢買的引擎也有 總之兩三天就可以搞得了 相比起 Elon Musk 十幾天已經幫這個 烏克蘭 搞定一個衛星監測系統 現在你講一個 就這樣的Database 上報的 搞這麼多天都搞不到 變成一直都準確不到這個準成度 我實在覺得這個 香港特定人證區的政府 實在這個 小雞雞也太厲害了 絕對是 因為你說感染的人數這麼多 其實現在檢查 在我們的角度 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我們重點就是 要搞好治療的部分 其次就是 你說Elon Musk 當然是厲害了 又升年又成了 但是問題 香港會不會真的假到這樣 我自己會存疑的就是 沒有可能 那是它根本覺得 不是時候 或者它是別有用心 才會這樣的 我覺得就是根本的情況 依炸的彈散 一計條數 喂 如果我弄了那個引擎 個個上個上轎 香港一天確診人數 二十萬三十萬 全部這條數報了出來 你想一下 這次下來的 就不是孫春蘭 而反而是習大 帶自己來監軍 那也是 現在先拜一條女兒過來 是啊 好 利大夫 我想請問 在醫療系統那裡 現在在這個韓正 拍桌子 不在開會裡面說 私底下跟全港的 這些人大政協說 你們這班 私家醫院那班 為何不保住 這個八醫天使的精神 就是大家要幫忙 接待這些不同的病人 你又怎麼看呢 如果他硬硬一下 大石砸死蟹 霸王 走上宮 要私家醫院 接收這些確診病人 你覺得是否一個正確的做法呢 醫療道德上 其實這件事 我們從來都是 醫生應該要醫病人 但問題 他是完全不了解到 資本社會的制度情況下 私營醫院 他本身的營運方法 跟大陸的社會主義的私營 或公營醫院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一個系統都有他自己的執行方法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是硬要霸王眼上宮 令到香港的私營醫院或診所 是要搶接這些病人 他反而會拖爆整個醫療產業 但是我們見得到 他們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現在令到香港的不同類型的產業 都是陸續崩潰著 所以這個聲明 在我的看法來講 他只不過是希望陸陸續續 將香港的不同的行業界別 重新洗牌的一個方法 因為你說去醫還是不去醫 接收還是不接收 這個其實 資營醫院和公營醫院在香港 一直以來已經有一個相對好的分工 但因為這個是資本市場本身的分野 而不是社會主義情況下的分野 所以我就建議 如果你說要真是私營醫院 要進入去幫忙的 那你就是一定要以自願的形式 而不是強制的形式 還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真的 以我們認知的私營醫院 都是做一些大手術 掠你很多的錢 給一些富豪啊 大媽媽啊 或者一些情婦進去醫病 或者什麼的東西 那就是老實 根本他們就不是做為一個 防疫病啊 或者一些傳染病 中心也都沒有一些 負壓的這些病房病床 可以做這個事情 就算有 只不過是說 雙位數字的這些病床 就算全部要再接賣 只不過是杯水車身 根本是幫不了這件事 所以根本是一個意識形態 就是說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不去幫忙 他們勒索了一個道德高地 情感勒索 在這些地方 要人去幫忙 但是你說得很對 根本是破壞一個整體的醫療 這樣的產業 是啊 所以他背後還有其他動機 但是說這句說話 他可能當是視水溫 然後你又會見到一些喉舌 包括好像劉瑞兆 或者不知哪位 那些政評人 然後就說 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說其他東西而已 他就會為他護航 但這一個就是慣性的做法 首先就來一刀 我們說給你一口屎 然後就掃一些砂糖上去 然後就試一下你肯不肯吃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走前 對於不同的產業都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醫療的產業 無論中醫西醫 還是其他類型的醫療產業 在未來的香港 都是岌岌可危的 其實這樣的做法 舉一反三 玩得你醫療就可以玩你的法律 玩得你法律就可以玩你的航空 玩得你航空就可以玩你物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變了一個韓國業 到最後只剩下一個模式 叫做中共模式 香港引以為傲 贏中國 讓中國將它區分我們不同的地方 得到世界各地 認可外國的專業專業 你玩壞了 這個玩具就沒有人肯再接手 香港就正宗死的臘肉 輪得來橡皮湯 是啊 如果不是 它怎樣以獲得權力和穩定的統治 因為對於 譬如管治階層來說 它真正的實在利益 其實是建基於它權力的掌握性 掌控性 還有握到多少百分 現在它要握回全部的裝 它也不介意把它清零 清完零之後 權力回到它的手 它再建立就是它的人 所以對於它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受害的可能是 香港不同的各行各業的一些中小企 不同的一些市民 但是說真的這一段時間叫做陣痛 去完陣痛之後 我們都會跟一些英國和外國的朋友聊 然後他們都會說 嘩 這樣也能撐到的 出來了 但是我們就跟它說 香港人有時就是這樣的 這件事情都已經發展到現在這樣 兩三年就不要說 我們想不到現在會變成這樣 其實從來都是一步一步來 但是究竟溫水煮蛙的過程是用溫水 還是開始由民火轉武火 慢慢煲大些藥 我們看到現在是在加大火力 但是都沒有去到沸騰點的 其實 因為香港都是挺耐熬的 香港人是可以煲很久的 所以煲很久才熟的 所以現在看到大家是很辛苦 所以真的譬如我們看到 單單剛剛過去的30天 一個月已經離開了六、七萬人了 其實我們估計如果在未來的情況下 包括它三月封關前 其實我估計的數字 是只會繼續以幾何倍數級數上升 沒錯 節目的結尾 我除了擔心你和超哥 現在方展博都中了一招 阿琪、餃貓俊、小花、韋哥 你們這些高院的大勢之外 我都擔心你們會中老毛 什麼叫老毛 你老毛我聽過 你老毛我都沒有聽過 老毛是一個固有的 Terms 還是中共又發明出來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 它是直譯的 Brainford 本身是說的 我之前曾經有一集 在一年前說過 但是那次是說 不是因為武漢肺炎 是因為吃太多 吃太多Probiotics 就是益生菌 原來這一個就是 它影響了長度 裡面的本身益生菌 就會導致腦部有時候 失敗了 但是其實說真的 正常的老毛 它就會自然慢慢消失的 包括譬如感染 武漢肺炎後 繼發的老毛症狀 那如果對我的老毛 其實就是 剛剛day one day two 我老毛很大的 然後呢 我走去雪櫃那裡 我想找一碗麵糞湯 我看極都看不到的 然後呢 譬如我這杯 我放在那裡 我完全忘記了 即是不想說話 好像記憶消失了 但是來到今天 要好一點點 但你都看我眼淚 就是眼淚 就是眼淚 都是沒有完全消失了 明白 不過搞貓盡老毛 就一直都有的 那我也相信 是未必關於武漢肺炎的 是 即是它長久以來 長久老毛 都是分局的一部分 那我們下一節之後 再回來談談 下一節 我們不講那麼多醫學 我們講一下 你在英國裏面 看到的反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這些 以及你怎麼看 現在這個戰爭的 膠著狀況 待會再回來再經